全球马不准备妥当 第五场赛事四班有650米 国际骑士錦标赛的第二关赛事准备 好 这一开门的时候 前面快点的马 看到中间位置千真万角 外面净凌厉 最出黄衫还有指甸明珠 埋便士胜以黑衫第四位 中间的车车有缘埋便 浅蓝衫还有这只领航大师 在外面甜筒 最出紫色眼罩 蓝衫还有马飞龙 后多浸背四岛 开心健康走二踏 摄入内南 莫雷拉尾三 内南风采 尾以天赋自保 包到最后的马 就是财政大臣 过了这些12米段柱 前面净凌厉 放头 接着第二位指甸明珠 内南第三位2.6倍 大热门有士胜意 外面戳戳有余 粉红帽中档第五千真万角 内南紫蓝衫还有这只领航大师 再在外面 马飞龙 会否在对面直路中段走 紫色眼罩 后面五只风采 开心健康甜筒 尾以天赋自保 包到最后 仍然是财政大臣 好 跑到对面直路中尾段 接近600 次序上没有什么动动 径凌厉 再松一松 撕来一个新位 接着第二位有指甸明珠 第三位是胜意 第四位却却有余 后面第五位 领航大师千真万角 外面有马飞龙 内南风采省了很多位 尾四还是禁住 是否有很多 洪先生很开心健康 拼到最后就是甜筒 入正直路 敬灵力迫便 时胜意側出来 二道就在追他 再在里面 领航大师没什么位 中档位置追 有却却有余和风采 最后百多米 时胜意打了两边 折来两个新位 都赢了这场赛事 跑第二名 迫便有领航大师 第三位是风采 第四位 敬灵力却却有余相当接近 结果这次是胜意 沿途守住内南第四位 入彎的时候 就把放头的敬灵力赶过 大热门就顺利赢 莫雅跑第二名 迫便领航大师 中间风采第三 第四位是否 却却有余的机会比较高一点 国际骑士敢标赛的第二关 莫雅赢 是胜意 大热取胜 尼尾有26元 因为有四个马度赢 落飞 落到飞价9号位 达奇的领航大师 跑到第二 风采第三 第四位是灼灼有余 6、9、1、12 我们看到 尼尾这场场只剩下19倍 我真的没有看错 6、9 真的没有看错 尼尾的飞很厉害 在莫雅赢 先赢回关 因为那是领航大师 Fair Guard Win 16倍 没错 又是偉大的支持者 河雷拉也有第三 差不多全线着 乘搭这场人的一只9号 轻松取胜 没什么难度 你看到他沿途的走位 简单单就赢了 前面 放得顺 1分16秒72 就是正常偏快一点的捕捉 他有个漂亮的遮掌 就没问题 但放在前面也是没有的 对 放头那些 对 都是要咬好位 苗莉德 苗莉德常常在这些过阶期 才敢标出实力马 放在这里 都成功帮这个马 出头了 到了香港之后 最后突然三个 一只A1的隔夜 热门 尾尾又回21 四连环1692派1214 四重组顺序 69112派2万5122 四重组顺序 69112派2万5122 好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算是几齐 马飞龙就落后一点 另外财政大臣也不快 他元老也是很后 回来都输很远 大家都可以留意 有几个骑士的 那些顺其自然 排外档那些 没错 外面是箭尼明珠 竞灵力的走先 这里看到那只绰绰有鱼 带着那只马飞龙 甜筒都全部出去了 跑得好 全部贴难 韦达、莫雷拉、莫雅 三个都贴难 中间千真万确 后面见到天父自保 还有那只财政大臣 挺大对比 你买了马飞龙 你现在有什么好说 那只脆脆的如敢 跑回第四 不知道跑第四 可能会下跌 上一次他近距离也减了一分 对 第四也很远 先看看 开心健康又如何 起步真的不得爽 即是 剪步也是很黏的 现在 而且见到直路 雷景婚找位 也有些轮盡 想出想入 结果那只马就不太追 有人看看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轮盡 入直路 其实见到韦达 也被莫雅 和那只竞灵力阻止了 主要是竞灵力 好像一个锤打过去 又是那只马 左片右片 也不知道如何 哎呀 幸好他不收拾 对 以往也试过 那继续 骑回来 对 后面还在找位 对 怎么分 分段时间28秒25 23秒84 24秒63 没段24秒08 总时间1分40秒8 快过标准时间一线